你問他,他的Facebook也有倒數的感覺 關於立場新聞判案,還有餘波 首先,作為香港人,我也要多謝華爾街日報 因為他寫了一篇社論,寫得非常之好 其實這篇社論是不長的 是寫出來的 正正代表華爾街日報的立場 華爾街日報早前就炒了誰 鄭家瑜 但是他寫的文章,依然是正義的 起碼是寫這一篇社論 這篇文章,是辣著鄧炳強 香港的新聞報道很可恥 你每次看到保安局罵人 外交部署港專員公署罵人 特首版罵人 罵什麼啊? 罵完之後,他又不交代罵什麼 其實你罵這篇報道就非常不專業 短短兩段就交代了 鄧炳強又罵人 罵華爾街日報 關於立場新聞煽動案的文章 又表示強烈反對 堅決不滿,強烈反對 然後就歪曲事實 簡單來說 然後就一直說 這篇文章 簡簡單單只是說了兩句 華爾街日報說什麼? 立場新聞 因為兩名被告因為發表政府不喜歡的文章 而被定罪 這段落已經很糟糕了 什麼叫政府不喜歡呢? 你這樣寫的時候 即是你現在說到好像華爾街日報很主觀 原來你現在寫一些政府不喜歡的文章 就會被定罪了 簡單化到這樣 事實上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然後呢 鄧炳強寫一些字數是多很多的 他說去信 華爾街日報 就說判決理由呢 就說指出立場新聞就是 抹黑醜化中央特區政府 你抹黑我啊? 你惡搞我啊? 你給黑粉抹黑吧 你不敢寫的話 就輪到寫這個報道的人被人拘捕了 你怎麼整天抹黑我呢? 我去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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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樓吃燒買 你都在那裡抹黑我 然後透過假消息 散步仇恨 和反政府情緒 假消息 那些AI的 那些是 那些P圖的 P圖的 是不是好似 是不是好像何太 你說的那些 你當然要抹黑我 你的黑粉 你怎麼會這樣 嘻嘻嘻嘻 說這幾句 又說什麼 現在 美化暴徒行為 香港人呢 就享有這個 被基本法人權法所保障 有你鄧炳強 就不用指望 有這些保障 什麼東西保障呢? 現在就整天在說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 不是絕對的 如果鄧炳強真的覺得這件事 是這麼帥的 他應該放上自己的Facebook 他沒有放嗎? 沒有 立衣術 這篇 起碼你看到 以前 我覺得Now 都正老的 現在反而 這些不是說 政治新聞 經濟日報 都寫得專業 這個Now 他這次說 他起碼 他有講哪篇文章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 就叫做 HKCONVICS 2 EDITORS 起碼我找到了 提到 北京的快女 指控兩個人 兩個人 即是《立場新聞》的 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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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林兆彤 就說要煽動叛亂 說兩個編輯 因為發佈政府不喜歡的內容 就被定罪 面臨數年的監禁 然後就說鄧炳強 你裡面 就算說鄧炳強 起碼自數都差不多 這兩邊說的 字數都差不多 鄧炳強就說 現在法庭都判了 他說意識形態 是排斥 中共的 中國的本土主義 你這樣看 就看到有荒謬 立場新聞的意識形態 你什麼時候呢 現在你法庭 要審定一個 報章 一個媒體的意識形態 這個就是思想入罪 但我們第一天都經常說 每個傳媒都有自己的立場 是啊 甚至成為抹黑和抵毀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工具 變成政治工具 相關的文章 沒有客觀依據的情況下 就攻擊國安法和相關的起訴程序 又說用假消息 假信息傳播仇恨 以及反政府情緒 攻擊警方的執法 這個就是法庭的判決 在馬上說這些 就重申一次法庭判決的理據 鄧炳強就說 然後就說 新的23條和煽動罪有關的罪行 就處罰不懷有追溯力 沒有追溯力的話 現在 為什麼李桂華 就說可能會告歐加倫那些人呢 這個說不通的 首先我們來講講這篇文 既然你敢講 其實我也沒有看的 就多謝你鄧炳強 我專門去看的 其實就有兩篇文 一篇就是 《Hong Kong Editors Convictors of Sedition in Landmark Press Freedom Verdict》 這篇就不是 其實就是這篇文 這篇文寫得很短的 那現在呢 在香港 就從事這個新文業的工作 已經被視為 已經可以被視為一種罪行 是不是 第一段就已經講了 這個就是 怎麼在這裡亂講 就是《國安法》亂講 現在兩個編輯 面臨的罪行 正正就是他們 他們公開一些東西 是政府不喜歡的 正正就是因為 你現在特區政府 就見到 喂 你叫他有些文章 登出來 你不喜歡 所以就判他們有罪 首先 然後又頭說起 他就很簡單 他裡面他寫一些東西 不奸力 但是很簡單地 交代整件事情 那當然 這個就是 他已經講了他怎麼看的 就說 鍾佩權兩個人 鍾林二人兩個人 膽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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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一些 一系列的文章 包括 專訪 和評論 然後 這些東西 這些評論 和專訪 就等同為 串謀 去煽動 串謀去發表煽動刊物 現在呢 就算是 鍾佩權的老婆 現在都在坐牢 因為他老婆 就是在做一個 陳佩敏 就是這個 蘋果日報的社長 這樣 蘋果日報的社長 陳佩敏就說了 他說 而政府呢 政府呢 政府呢 就封禁了 封禁了這個 立場新聞的office 又 又 凍結了他的account 是吧 without deal process 就是你沒有正當的程序下 你做了一些封禁的事 是吧 你封禁了這個 立場新聞 就是你的without deal process 已經是不是一個 法治社會所謂了 不是一個 法治政府所謂了 然後 然後 就搞到 立場新聞 即時就要關閉 這是事實,但是Without Deal Process這個字眼 其實就是一種判斷 他就覺得你這樣做是不合法的 這個其實就可以斟酌了 你現在鄧炳強就... 如果你回顧當年的立場案資產被凍結事件 大家都會覺得很突然 是啊,事實上是很突然 有了現在新的國安法之後 這一宗案是以後可以被判處十年那麼長的 本來不是十年,是七年 最多可以十年 如果在舊的煽動法裏面 即使是說六十年代的法律 都只不過是判最多兩年 但是在新的國安法底下 你是有機會判處十年 這個呢,劉華爾街日報那些人 讀者那些都是有錢人 即是投資者,iBanker這些 你看完之後你有什麼感覺呢? 好了,然後與此同時 你看一下肥佬黎 肥佬黎自然是《蘋果日報》的社長 他那件事呢 他也要面臨相同的命運 他面臨的命運更加嚴苛 而且他還要一而再而 再而被人拖延他的案件 然後他就說了 他引述林兆同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很有型 我們作為新聞工作者 我們要捍衛新聞自由 就是要如常去做報道 那林兆同一句說話 那林兆同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呢 就現在我們去刀灰 就已經被翻譯為英文了 就已經被這個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就翻譯為英文了 這個變成了 其實這個就是大翻譯運動了 有些香港的手足翻譯為英文了 那他和 最重要是最後一句 大家都不敢說出來 最重要是這一句 現在華爾街日報 所以他離開是正路 如果他不離開香港 我想他未必敢寫這句說話 他就說 林兆同和鍾沛權 他們比起我們西方國家更加明白 捍衛言論自由 捍衛新聞自由的代價 而這些愚昧的領袖 香港愚昧的領袖 Deserve the world's gone and sanctions World's gone是什麼意思 是世界的滅視 和 這個不用益 和制裁 你是為世所鄙視 和制裁 這句說話 如果這個寫寫這篇 社論 就馬上誘犯二十三條 就馬上誘犯二十三條 那你 Wallshare journal 又炒了鄭家瑜 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之前 我嘗試去代入過 《華爾街日報》的角度去解釋過 他可以 因為鄭家瑜 做公事 公私事 公私事 而去補他 但是他覺得 做記協事 是做課外活動 這個不是公私事 然後你抱他 是你的課外活動影響到公司 是的 你的課外活動影響到公司 這個就是我 我純粹去代入華爾街日報的角度去解釋 我不是認同 但是 這個就是 如果我要 我切身於處地 鄭家瑜和那個 俄羅斯記者 是有不同的 俄羅斯記者是因為他在 莫斯科 做公事 報道普京 是的 報道普京的惡行 而是被捉 而是被說 洩露國家機密 有什麼間諜罪 但是鄭家瑜是做記協主席 是公私以外的事 當然 我當然覺得 如果公司 作為一個新聞機構 你一個記者 有幸做到記協主席 是一種榮譽來的 以前是 但是現在 今時今日 就不是一種榮譽 甚至乎 是對公司是一種拖累 現在你看到的 大部分 整個記協的裝 基本上都是一些 freelance 是的 那好了 剛才 信譽說 《金民網》找到 歐家倫的一篇文 現在我剛才講的這篇文 就是經過 鄧炳強 幫他宣傳之後 然後 再有媒體 幫他報道 繼而宣揚 是吧 那你罵這個《華爾街日報》 其實就等同 就是惹起我好奇心 去看看這篇文 那是不是變成 這篇文 如果你說按照今時今日 的法律標準 是煽動罪來的 但是我多謝你鄧炳強 因為不是鄧炳強 我看不到這篇這麼好的文 那所以呢 由我剛才我們說的 蔡若蓮那件事 去引伸下去 其實鄧炳強 其實是在做一個軟對抗 對不對 因為我多謝鄧炳強 如果不是他這樣罵這個《華爾街日報》 我看不到 我又很認同 對不對 真的是 唉 所以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結果 是吧 你不罵 我怎會看到這篇文 那些《華爾街日報》 當然是寫這些文的 是吧 只不過 鄧炳強自己呢 就自欺欺人 他自己都當了現在 這些是真理 是吧 他當了你現在這樣拉夠人 去欺壓這些新聞機構 是真理是正義 自己自欺欺人 自己都信以為真 明明是在做一種政權惡棍 是國安惡棍的事 他都欺壓不了的 坦白說你有本事的 你就蓋了它 那你就蓋了它 你就嘗試蓋 你拉夠這個《華爾街日報》 你最多不讓人進入境 是吧 最多就是這樣 等於Economist 有一個 叫做《茶館》 就是說 為什麼要剪掉這個專欄的原因 就是那個作者 大陸不讓他入境 是 你有本事 你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大陸沒問題 大家是習慣了 但如果香港 好像馬海之後 沒有第二個了 是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樣說 其實鄧炳強是否黃絲 我因為鄧炳強 所以我就是很藐視特區的警察 所以他可能是自己有來的 如果這樣看的話 那些全國政協你不認同呢 你真是 但是呢 其實呢 現在我們所說的 這些國安癌細胞亂說 最傷的就不是這些事情 共產黨 是醜醜的 是醜醜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 但是呢 現在呢